陈瑜整理学习桌和梳妆台的一天 棒棒 收拾呢 多明显吗 是陈瑜的梳妆台 你看你还有化妆品 这有什么像我 你在搞笑什么 那个好像是我的吧 谁让你拿我的东西了 你这个好像不好用 不好用你别用 那你用我的干嘛 也没经过我同意啊 看看他这个学习桌也挺乱的 是吧 一会儿让陈瑜收拾一下 这还行啊 这收拾的还行 我们的红丝宝宝都吐吐 我们家那个浴缸 这个浴缸就是泡澡用的 我们这已经 对很气泡 还有这儿放了一个斗柜 这个是镜子 然后我们按了就是贴了一幅画 到时候给大家看看啊 我前两天买了一个 那个有问题 然后退回去了 看看 这是陈瑜的房间 现在就是有点乱 有点乱 有点乱 好 行行 比较吗 比较吗 人眼 个性 个性 我们这个性就要人眼 不算是吧 开始整理吧 都是小女孩的化妆品 参加比赛的时候 多用一下 这边都脏了 就那样了 我们收拾盘就不错了 我们家陈瑜会整理生大了 太棒了 你这跟我说的 我以前不一样 这个家 这个是新的 你别用了 行不行宝贝 摆进去 它不是 哇哦 你就在那摆的挺好看 就在那摆的 看起来是什么 也都是那种那个 腮红 眼影的神是吧 放进去 开始整理学习桌 哦那 不听你妈是吧 太你提到了 这太好多了 整理吧 你的都 你都唱了公主请学习 你给我放在那里 你才干什么 好行行 公主请学习 哇塞 收拾干净了 看起来这边怎么办 再收拾吧 真的 收拾吧 一次性收拾干净 以后都是干干净净的 妈都收拾好了 让我看看你抽屉里 先进去 这次整齐了啊 是吧 好里边抽屉里边 不错 这边 稍微还有点 看完 找到这个里边玩 好了咱们吃吃饭吧 行那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